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张窄窄的船票 是余光中的乡愁 这首速剑德江 则是梦浩然的乡愁 剑德市位于浙江西部 从庄子提出剑德之国的理想 到孙权设立剑德之县 千年剑德矗立于新安江畔 这里曾是三江草运种地 留着南宋繁华的写真 也曾为文脉繁盛之乡 山水之间 皆有圣唐诗文的烙印 当这座诗意的小城 河畔拖出一道道让人怀念的家常风味 一些内心深处的记忆 便都复活生动起来 味觉的乡愁 更有着切夫的深刻 早晨的时光里 街巷的早餐店 总是透着热闹 这间豆腐包早餐店 更是时刻迎门 炉子上麻垛着高高的蒸笼 一派热气腾腾 我觉得这家豆腐包特别好吃 皮薄 豆腐多 缺点在人 人太多要排队伍 有时候要排很久 有时候运气好的话 一下就轮到了 豆腐包是建德特有的风味 也是许多建德人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仅在杭邦名小吃评比中 名列前茅 亦是很多人苦苦寻觅的 难忘的青春记忆 尽管在建德 到处都能买到豆腐包 但味道追寻着味蕾的指引 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 来到了这家早餐店 凌晨三点半 早餐店就开始忙碌起来 做早餐是个辛苦行当 当城市还在黑暗中 徐文斌已经准备好 迎接今天的豆腐 为了确保客人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豆腐包 当天用的豆腐必须在当天送达 徐文斌三十岁出头 是早餐行当里少有的年轻生力军 口味绝佳的豆腐包 关键之处在于对原材料的把握 豆腐太老 蒸起来没了汤汁 豆腐太嫩了 包起来一会儿就会瘪 运送回来的豆腐先切成小丁 用冷水洗去腥味 入锅调味 撒上葱 再给白嫩的豆腐裹上一层红辣椒 如素装红果 热油让葱和辣椒的香味充分爆出 飘香满事 这原料的讲究 豆腐老嫩的拿捏 徐文斌反复调配了一年多时间 不断精进 才找到儿时的味道 我想做的豆腐包 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因为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五点多钟起来 为了等几个豆腐包 等了很长时间 然后豆腐包拿到手 那种暖洋洋的感觉 真的很好 辣是见得人吃东西的精髓 无辣不欢 辣椒也就成了 见得人一日三餐的标配 除了豆腐馅放辣椒 每天早晨 徐文斌还要切上 40斤本地青椒炒香备用 这是与当地的豆腐包 最好的搭档 除了对豆腐的讲究 发面的过程也极为关键 好的滋味 少不了厨师的巧手 徐师傅坚持用老面做豆腐包 老面在水中化开后 再揉面 加多少老面 多少水 徐师傅 已经安熟于心 我们做的这个豆腐包 都是用老面做的 一般老面 在晚上要发酵 七到八个小时左右 用老面做起来 豆腐包口感更加湿泥 更加的纯香 面粉 面粉 面粉张弛弛有道的 在徐师傅手下 被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好的面团 多后都决定了馅料的多少和包子的口感 包豆腐包的过程也很有看头 看起来总觉得惊险 里头的馅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一样 却最后总能被筋道的面皮裹在其中 包好的豆腐包白白胖胖 圆润饱满 每个包子都要有18个折以上 包子皮薄 豆腐白嫩 青葱香绿 辣味十足 吃豆腐包要趁热 新鲜出炉的豆腐包最受时刻喜爱 见得人吃豆腐包也是非常有讲究 点一碗豆浆白粥或者豆腐花 包子上淋上自制的青辣椒碎末才是极品 这样掺和着吃 辣味在舌尖起舞 一停下 口水就开闸式地流出来 第一口的时候是最爽的 又爽又辣 再有汤汁味流出来 真的是很爽 很好吃 各地的辣味不同 见得菜的辣带有层次 出入口 先感觉到的是一股醇香 紧接着一股排山倒海的辣感 便在口腔炸开 叫人没有一丝丝防备 等缓过之后 味蕾又慢慢地沉浸在 醇香与辣味交织的滋味中 让人无法自拔 夏天吃完 鼻尖额头都是汗珠 爽快无比 不愧是试辣者的心头好 小时候的味道终于做出来了 现在店里平均一天 能卖六七千个包子左右吧 很多都是专门过来吃的食客 吃完之后 还有很多都要打包带走 味蕾的乡愁 让两三千米外的人也特意前来等候 每一次入口都能带来味觉的刺激和满足 在一家早餐店里 口福与幸福竟能如此接近 敞开肚皮吃 仍然意犹未尽 鲜辣嫩滑的豆腐包 让人们记住了它所代表的 剑德味道 在剑德的东南角 还藏着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驻足于此的古建筑爱好者们 将它称为一个一世独立的旧梦 这里就是新叶村 天井苑中 叶军早已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它要用米制作一种古村中流传已久的美食 水米糕的历史 在新叶村已有八百年 糕者糕野 越吃越糕 不仅逢年过节要做糕 结婚 盖房 孩子满月 丰收 小小一块水米糕 更像是一种淳朴的仪式 见证着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正如其名 水米糕更讲究的是水和米的交融 村里的这口水井 便是这水米糕的生命之泉 十年前 叶军在外打工回家 与母亲一起做水米糕为生 凭借着一手传统手艺 店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顾客迎门 回到家乡真好 人和家人在一起 我妈从小就喜欢吃水米糕 我家做水米糕快要三十年了 叶军家所住的是青带雕花楼 这个传统的天井是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场所 天井院围墙高耸 雕梁画洞 传统的双披屋顶半眼半路 高耸的码头墙 翔首长空 熟悉的环境 让归家的叶军感到安定 这样古朴的院落 在新叶村还有上百栋 八百年来 玉华叶氏家族在这里建起的大片住宅 成为国内最大的叶氏聚居村 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古祠堂 古厅 古塔 古寺 和二百多状古民居建筑 其中有一百多处古建筑 被建德式文保部门挂牌保护 被誉为中国明清建筑露天博物馆 做水米高的米 必须选用当地人说的粗米 一颗颗米粒分明 浸泡后抓起来 爽落而不粘手 不结团 蒸出来的糕才不户口 叶军将挑选好的米洗了又洗 淘进米灰古尘 米浸泡在井水里 需两天两夜精心照料 这个大米的浸泡两天两夜 一天要换四次水 那为什么要换水呢 主要是防止这个大米发酸 我们要像照顾小孩一样 来看我们这个大米 要时不时来看看它 然后浸泡两天一样 也以后呢 然后拿去打磨成浆 这些都是我妈平时教的 等到一粒粒米都喝足了水 亮晶晶地透着光泽 便可以开始研磨了 叶军和母亲李素香配合墨器 用传统的石墨墨米浆 这也是叶军家制作水米糕的秘密武器 母子的辛勤劳作 让传统的美食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如同有生命一般 冒着气泡的白色粘状物 用糯米、麦皮、酒糟等发酵而成 当地人形象地把它取名为凉 没有它们作为银子 就做不出香甜松软的水米糕了 在磨好的米浆中加入粮 搅拌均匀后密封放置 接下来只需淨带米浆发酵成型 每天清晨 叶军和母亲都要早起 制作当天售卖的水米糕 发酵好的米浆 被李大娘装入一个个小小的蒸笼里 叶军帮着母亲烧火 母子俩再一次配合 制作这种传统的美味 高温催生出美味 蒸屉里的蒸汽 早已沸沸腾腾 25分钟后 一剔成熟的水米糕最终出笼 每天 李大娘都会在村口的南塘边卖水米糕 南塘是全村的中心地带 新叶村有十几个池塘 南塘是最大的一个 800年前 叶氏祖先在村内各池塘门口设立池塘 用以提供生活用水和防火 在新叶村 池塘又被称为盼水 道风山倒映在南塘中 行似比驾 寄予着当地人专心读书 入盼取士的美好愿望 清晨 古村慢慢苏醒 买水米糕的人也逐渐多起来 水米糕如流水般温润纯净 没有华丽的汁汁漫漫 却能让记忆和时代不落痕迹的交融 最能代表这座古村的韵味 在新叶村里 一砖一石 一草一木 都彰显着这座村落 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耕可富家 独可容身 新叶村重视读书 为此 村中由青石板铺成的巷道 条条都可以通往学校 为的是让求学的孩子 可以足不沾泥 与不失靴 傍晚的街头巷尾 在孩子们放学回家的路上 总有一股诱人的味道 等待着他们 阳光下 一辆小三轮 一口铁锅 徐燕芬正认真地制作油废果 油废果 是新叶村一种再寻常不过的街头小吃 从没有任何奢华的包装 却凭借诱人的香气和原始的外形 吸引路过的时刻 放学后的孩子 最受不了的 就是这油烟里飘散出的香气和热气 这油烟里飘散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翻滚的热油中炸透 油肺果种在一个油渍 据说当年物资匮乏的时代 人们都更喜欢吃老一点的油肺果 因为老的油肺果在油里煎炸的时间久 吃油也就更多 在肚子里都没有几滴油水的年代 一个油肺果抵得上一顿大餐了 待一支支油肺果在油锅中翻滚 开花 慢慢变成金黄色 阳光下金灿灿的 那香气要勾出你的蝉虫来 油炸臭豆腐 算得上是油肺果的老朋友了 所有卖油肺果的 必定连带着卖油炸臭豆腐 仿佛他俩谁离开了谁 生命都是不完整的 这种一起下油锅的感情 在美食界也是可歌可泣 刚出锅的油肺果还烫手 孩子们已经忍不住 趁着热气咬上一口 香味四溢 再加上一串臭豆腐 更有一种幸福的厚实感 街边小吃的魅力就在于 总是用最简单的食材 给生活添上些幸福感 油肺果给人的感觉 恰恰就是那一口烫到跳脚 却还是一脸满足的快乐 百余年来那些白墙青瓦 早已在岁月的洗礼下 斑驳陆离 无形中给人增添了几分 历史的回归感 乾坤已老 无他事 洞看山云 静看书 在平整朴素的青砖路上 承载着一代代人 书香似尽的学子梦 也飘香着家乡时光里的人间智慧 这个看似封闭的村落 就这样激进虔诚地守护着 整个业性宗族的精神图腾 作为山水之乡的建德 还隐居着一批住在山里的客人 他们是奢族的后代 奢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建德的高桥村 就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奢族村 奢族人的祖先 为躲避战乱而迁入山林 如今他们依然依山而居 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雷国湘老师 高桥乡小学的退休校长 也是建德式奢族采带编织手艺人 奢族人用歌声表达生活 抒发情感 这首带子歌唱的就是奢族人 编织采带的传统 过去奢族姑娘长到六七岁时 母亲就教授孩子编织采带 判断一位奢族姑娘是否心灵手巧 就看她能否编出一手漂亮的彩带 我们奢族人编织采带 我们奢族人编采带就是工具很简单 就三根竹棍跟一块竹片就可以编 编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田间地头啊 窗户上啊 树上啊 在一头挂在腰上 一头挂在上面就可以编了 对于奢族人民而言 彩带曾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 一条彩带世代相传 奢族姑娘和妇女喜欢将它竖在腰间 或把彩带镶嵌在领边袖口 或做背负孩子的背兜带 或把彩带作为表达感情的信物 公然竖上情郎的腰 既是装饰品又是实用物 这一条说足彩带呢 是符号带 上面支的是各种符号 上面的每一种符号 它就代表每一个事物 不同的符号就代表不同的事物 比如说这一个两个三的 它就是三连三 这个它就是代表卖穗 很像的啊 这一条彩带呢 是我们奢族人自己创造的 这个一幅文字 因为我们奢族人 它是没有文字的 所以我们自己创造的 这四个字 它就代表幸福吉祥 这条彩带 我就把我们奢族的四大姓氏 盘然雷中给支在里面 focused 你看 还没 我 这儿 为了 我们 有 雷国乡老师的弟弟雷吉生是制作乌米饭的能手 他正准备上山采摘新鲜乌叶 给家人煮一锅久违的乌米饭 做乌米饭所用的乌叶 是山上的一种叫乌仁树的叶子 呈椭圆状卵形 由于是纯野生植物 生长无规律可循 也没有固定的采摘地 因此哪怕是奢族人 也未必次次都能满载而归 雷吉生上山采乌叶 从来没有空手而回的 5月山上不大好找 5月虽然是一年四季都有 只有我们十多人住住伯伯 住在山上 哪里有哪里没有 我们一般比较清索 如果没有找过的人 他是不大知道的 找不到到的 很难找 乌仁树的嫩叶长在秋冬时节 砍柴盛下的老庄上 初老的叶子汁水饱满 是最适合做乌米饭的叶子 采集到的乌叶轻葱翠绿 很难让人联想到 用乌叶煮成后 米饭到底是什么颜色 将乌叶倒入石旧 加少许清水后 反复冲击 将乌叶中的枝叶 尽数冲出 乌叶枝叶浓绿 特有的浓郁香气 以扑鼻而起 乌叶之夜 经过浸泡一个晚上 过滤掉树叶渣 就可以拿来浸泡糯米了 将过滤好的乌叶枝叶 与糯米混合 再浸泡四五个小时 让乌叶的味道 彻底渗入到米粒的最深处 白花花的糯米变得乌黑发亮 即可捞起放到木葬里蒸熟 这是中国古代蒸饭的传统用具 木饭蒸 有涕而无底 通过滚热的水蒸汽 升糖至蒸内 将饭加热至熟 与电饭锅不同的是 木蒸的底部有孔洞 蒸出来的乌米饭 才能米粒分明 不粘不粘 乌米饭至少要蒸上两个小时 蒸到大气生腾的时候 俗称上气 能闻到浓浓饭香时 说明饭已蒸好 熄火 但还不能立即接盖开蒸 要等气下去再接蒸盖 这样能最大限度保住饭香不挥发 刚煮好的乌米饭 色泽乌黑发蓝 热腾腾的米香里 夹着股清香的草木气 和紫米天生的黑色不同 这是古代人们自己发明的色素 奢俗人手巧 盛乌米饭的器皿不是用饭碗 雷果香用新鲜的粽叶包着煮好的乌米饭 粽叶的鲜绿 让乌米饭看起来更加可口 雷果香九十岁的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候 在母亲的眼里 孩子年龄再大 也是自己的孩子 一桌饭菜 不仅蕴含着智慧和勤劳 更有他们对大自然味道的追求 通胃烨人身也不在买 人间有味是清欢 故乡的美食 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 无论人们的脚步走得多远 总有一种味道提醒着我们 那弥漫在空中的烟火味 那一方故土一方人 是我们最深的眷恋